另外来关心总统府发言 古拉斯遭暴入涉入不沦列 第一项是去年竞选花莲县长期间 负责贴身保护他的理性人夫随护 那根据了解古拉斯 选县长失利之后 回任府发言人 却时常往返台北跟花莲 跟规见远景勤勿的理性男子 在花莲共筑艾巢 理性的妻子现在 哇这个呢 正宫申请了一撞 把他告上了法院 花莲地方法院日前受理 这整起的侵害配偶全官司 意外的揭露这位 绿营女将跟随护的不沦列 不对此古拉斯表示 并不清楚李先生的婚姻的状况 跟李先生已经没有后续的联系 我等那种发言人呢 古拉斯到周刊爆出了不沦列 对象就去年竞选花莲县长期间 负责贴身保护 他的理性已婚随护 周刊也向古拉斯证实 他表示说 他并不清楚李先生的婚姻情况 他呢已经没有联系 不过总统府火速发出了声明 强调相关报道 是古拉斯发言人 个人私领域的事物 所以府方并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为了不影响公务以及团队 古拉斯上早已经向总统府请辞 总统府发言人一职 总统也予以准辞 那总统府的发言人呢 古拉斯现在辞了 惊爆这个不沦列 两个人甚至呢 是不是还有生小孩的计划 听说还传出有帮孩子群名叫做Lucy 遭政工发现提高秋长百万元 那经过媒体的披露之后 古拉斯已经迅速把他的脸书内容全数的隐藏 甚至直接关闭了私讯功能 同步也来关心国家通讯川普委员会 今天要审理的是 这是呢近年式动监变更案 还有第四台的上架案 立委陈娇华表示说 NCC主委陈耀祥 趁着立法院休会期间火速的排选 这显然就是陈耀祥 你为了迎合高层党义 放水静电式的审查 竟然在有长期反对的委员确诊 请假就要来审查 然后竟然在府院的可能介入之下 要求这位委员 不顾这位委员身体的状况 就强迫他今天要线上参与开会 我们认为陈耀祥在针对立法院临时会 一开完就趁着这个好机会 就要来审查禁电式案 我们认为他已经把NCC独立的 这个机关的这个公正性已经丧失了 所以在这里要求所有的NCC的委员 都能够秉持专业独立 拒绝陈耀祥这种为了迎合 执政党高层的党义 来护航放水静电式的审查 请所有委员都要拒绝陈耀祥这样子满憨 这样子把NCC独立机关扫在地下的这样子的行径 来做出反对 也希望陈耀祥最后能够学来勒马 来撤销今天的审查 等所有争议都调查清楚之前才进行审查 好NCC真的要让禁电式又要给他这个强度关山吗 最新的国会大刑场要来直击 这回这个变更禁电式的董监变更案 还有第四台的上架案 国民党立委赖时宝就指出 朱伟辰耀祥趁着立法院休会期间 故意的火速偷偷来排审 就是显然故意想要强度关山 显示权力如此之傲慢 更多的国会内容 我们时间零线驾驭 国家先生我们来聊关于NCC 还是独立机关吗 今天我们知道说NCC要排审 董监市的变更案 以及第四台的这个上召案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过去NCC为什么会突如其来 想要强度关山 其实一直都是 因为过去休会的时候 他们就想要马上去排这个 而且陈耀祥今天是不是又堵起来了 今天为什么会爆出NCC要排两岸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而且很奇怪的是 今天府发言人也爆出了不伦理 而且刚好就是进电视报的 有没有这么的刚好 他是不是为了要转移焦点 看起来有一点类似要转移焦点 那今天是他里面要审查董监的换人 那其实我们立法院已经通过一个决议 所以你要调查结果以后才能够审查 那调查结果这是立法院的决议 通过了 这个是一个错失性的法律 要依法行政啊 他是独立机关 他怎么可以不依法行政呢 他硬要强度关山 只有一个目的嘛 就是因为有人讲派系就讲阴系 他有一个电视台嘛 别的派系都有 阴系没有 但是绿的电视台不够多吗 已经够多了吧 从49一直到56 绿的一片啊 是不是 从52台中间被拿走以后 就全部都绿化了嘛 难道不是现在50 56 那个TPPS这个不见得 这个就一点点 有制衡的作用 其他全部绿化了嘛 他这样子还不够 要赶尽杀绝 全部的全面的要洗脑 洗脑台湾人民 需要这个样子嘛 而且很重要很重要的 他亏损了今天是亏损20亿 那这些都是要调查的项目 那调查没有结果 怎么去审查呢 今天怎么可以审查 所以我们今天要全力来阻挡这个事情 而且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逼迫 就是今天是趕快给答案嘛 因为他的期限已经过了 所以他马上要给出一个答案 而且陈耀祥 他到底是不是全力的傲慢 他为什么呢 去压在这个收费的时候 马上要去排审 尤其是呢 这五位的这个NCC的委员呢 他其中一位是确诊 他还改这个线上 马上就是确定说呢 最近我就是要去审查 我就是要变更董监事 我就是要他上架第四台 甚至呢还要媒体呢 去转移这个焦点 那不是很奇怪吗 陈耀祥他还可以坐在NCC吗 他完全不独立啦 大家都知道嘛 外面的民调任何时候都认为 NCC是不是他非独立机关 非常不独立 完全受政治的一个操弄 这一次来讲也是政治性的决定嘛 一定要给他过 因为选举到了嘛 现在还半年的时间 所以要需要这段时间 替他们去打巡战 这个清清楚楚看得到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要依法行政嘛 我明明讲说调查结果以后 你才能够来审查 结果调查结果没有出来啊 那你现在的亏损一堆 那个都是审查可以讲 那今天要报出一个 府的发言人的匪文案啊 什么之类的 这清楚的嘛 他就希望移转焦点吧 大家焦点一定去那边 比较有兴趣嘛 这边的话可能兴趣就低了吧 他要这样子这个兵分两路啊 这个这个莫存度也是调虎离善计了 而且呢有媒体呢 就指出说呢 靖传媒这个财报啊 在截至一百一十一年为止 他亏损了二十一亿 甚至还跟培委借了一亿点多 一亿一点六亿 那这么多的金额 代表他们已经非常大的一个 资金的缺口了 所以他们要马上上架 但是这件事情有人去查吗 他亏损这么多 那为什么现在还可以如期的营运呢 是啊 这样就可以 就是说 所以我们立法恩做决议嘛 你调查结果 再来审查 你要先去调查 调查这个亏损 资金的流向 有没有问题 中间能不能正常的运作 不要忘了 当初他把中天新闻台 关掉的时候 他就是说这里面的公司治理 那今天是公司治理 是一塌糊涂啊 是不是 董事长换了这么多人 然后资金的流向 然后现在又亏损累累 这些东西都没有弄清楚 就要给他 他讲审理 是不是不是审理 就是要发灶了 就变成这样子了 所以看得下去 陳耀祥这个作为 他为什么还可以文搜官位 他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知道老板想这样子 所以一切符合上意 不要忘了 他还是被告耶 贪污案 贪污之罪条例 列被告 他怎么好意思 一个戴罪之身 要主持今天的一个会议 毫无独立心可言 毫无公正心可言 这个案子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要挡下来 是 今天谢谢委员 好 谢谢 好 国民党团呢 在十点钟的时候 也会前往NCC 来做抗议 因为他们看不下去 为什么NCC的主委 陈耀祥还可以稳坐官位 甚至是因为他做了 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他才可以稳坐官位 我们先来看到 过去NCC已经护航 禁电室护航到一个爆炸 今天又要排行两岸 包括董监事 以及第四台的上载案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不止NCC 他抢在收费之前 钻这个漏洞 马上就是希望 能够赶快 让禁电室上架 但是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禁电室它的亏损 但是除了亏损之外 还有更严重 就是今天 他是不是为了要转移焦点 马上爆出了 腐发人员的这些 不伦练的事情 那也可以显现 媒体已经完全全面绿化了 他掌控了 所有政府的资源 甚至他拥有政府的资源 所以他可以释出 他想要告诉 我们阅听人的事情 但是这些真的是真的吗 这些真的是我们想听的吗 禁电室还是独立机关吗 陈耀祥的权力傲慢 到底还要演多久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今天情情 先到镜头 见完彭宁